我们就继续回来 再继续跟大家谈 这个台北世界设计大展的一个情况 南港展览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两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那除了这个之外 在南港展览馆里头 我这一次看到一个 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就是这个资策会 它的一个概念的表现 我自己常常在这个 就是马路上看到一些小学生 我觉得台湾好像好久以前 就一直强调说 要帮小学生的书包减重 可是很奇怪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看到好多好多的那种小朋友 他们还是都背着那个重重的书包 那这一次在这个展览的过程里面 我就看到资策会 他们开始在提出了这个 就是整个关于教学的 这个互动的这个新方案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棒的 因为这个 就是资策会的这一个设计里头 我那天看到就是包括所谓的互动区 包括所谓的电子云的设计 还有所谓的电子书包 我就看到有一个 大概是像大学生一样的男孩子 他就在那边找几个小朋友 然后跟他们在做互动 然后就是 那个 就是主讲者 他是用电子白板 那那些小朋友 他们就用平板电脑 那整个的互动过程里面 其实就用这样的方式就完成了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方式 如果可以竞速的 竞速的发展的话 也许以后我们的小朋友 他只要带着一个平板电脑 去上学就好了 真的不必再背着重重的书包 好 那整个展览场里头 因为它分成四个主题区 包括企业区 感动区 数位区跟两岸区 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很多很精彩的这些企业的表现 包括BMW BMW的车子在整个展场里面 到处都是 而且整个车身被彩绘的 这种五花八门 非常的漂亮 那再来就是我们台湾也很值得骄傲的 就是法兰茨 法兰茨我上一次在那个文创展的时候 也有看到他们的展出 可是那一次的规模就小得多 这一次 他整个的规模就非常有系统 根据那个法兰茨的总裁 陈立恒说 他们是把法兰茨 十年来成立以来的重要的里程碑 都把它精致呈现 所以每一个主题每一个主题都非常有系统的呈现 我自己是看了以后是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那另外就是有一个 我早年在媒体的时候跟他合作非常多的就是刘源 就是王霞军先生 他所主持的刘源 他们这一次也用月线的这个主题来展出 17年来整个刘源他们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企业这一次都是这个浑身解数 所以整个南港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很不同的一个展现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熟悉的 就是大同 就是那个大同电锅 大同电锅 这一次在展览场里面 他展出了50年来的 这种各种不同的这个这个时代的电锅 就是整个电锅的历史 就在展场里面呈现 所以你真的远远看到就好像那个电锅墙一样 那这个大概就是整个南港展览场非常非常精彩的 不管是企业或者是数位的一个表现 那至于在那个世贸展览馆 世贸展览馆它就比较简单了 它只有两个主题 一个主题是台湾的一个百位设计师的连展 然后另外一个是台湾各大专院校 他们的一个这个创意的一个表现 那台湾的百大设计师的连展 当然不用说了 真的是有名的设计师 或者有一些很有创意的设计师 其中还包括像前不久在国际文明的那个古佑文 他的作品也有展出 那我觉得他作品真的 真的是亲眼看见了以后才知道 他的好在哪里 那大专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展的这个部分 让我有一个感触 因为前一阵子我刚好看到 有一则新闻就说 城大他们的这个研究里头 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突破那个脑波 就是脑波的这一个突破 那我这一次在这个设计展里头又看到 其实城大那一区里头 他们就谈到他们的整个设计学院的这一个部分 这几年来其实都跟国际的一个学校是做连接的 所以我觉得原来有一些大学 他们其实悄悄的在帮助他们的孩子 帮助他们的学生 其实在打开国际的视野 这一点其实是我过去不知道的 透过这一次的展览 其实我看到了这一个地方 这个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比较有希望的 因为如果要让我们的年轻人 真的可以走上国际舞台 我们真的必须要提早 让他们可以去跟世界连结 那这个是我在这个 就是世贸的这个展览里面看到 那另外因为我自己是就是世大的学生 所以这一次在展览里头有一个创意 我就蛮喜欢的 那那个创意就是 就是有一个 这个就是构想是把世大夜市 把它改造成为时尚夜市 所以有一个由这个国外的设计师 他就带了我们台湾的一些 学设计的学生分组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创意 那我觉得这一个结合也很棒 就让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创意的学生 他们还没有走上 他们的一个就业生涯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跟这个国际的设计师 去做这样的合作 而且他们的一个主题 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本土的 这个世大夜市 这样的一个很local的一个主题的设计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想透过了刚刚 我们简短这样的一个描述 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设计展真的还蛮用心的 他其实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尝试 而且不只是针对某一个族群 比如说我在这个设计展里头 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最大的感动 就是我很少看到有一个展览 他可以给这么多的一个设计师 同样的尊重跟肯定 在这一次的展览里头 你看他不管是给很知名的国际设计师 或者是一些长久以来在设计岗位上面的 这些设计人 或者是给很年轻的这些新秀 甚至还没有走上设计舞台的学生 他都给了他们这个空间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空间 事实上是非常难得的 在这次展览之后 我们有一个这个设计界的前辈 就是林盘总先生 他其实也提到 就说展览当然是很好 可是展览常常是一个很短暂的 那这种短暂的 其实是不太能够让我们有办法 把整个城市的发展 引入国际的设计能量里 那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台湾不发展一种长期 对设计的一个固定的这种舞台 固定的一个这个 给他们固定的场域的话 只是靠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展览 是不够的 我同意这一点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如果连这样的一个 展览的舞台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些 这个年轻的设计师 他们很可能就更没有 被看见的一个机会了 我以前在媒体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一些艺术版面的那个主编 其实他们就常常很强调 他们的版面要提供 是要提供给这些 就是国际知名度的 这些是艺术家 那些名不见经传的 个人艺术作者 他们认为 还不足以 让我们去做比较大的一个呈现 那所以那个时候 我其实就有一种感慨 就是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那些 还没有知名度的 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他们究竟 能够在哪一个空间里面 可以被看见 那整个社会 如果没有让新的思潮 能够走出来的话 那我们其实真的很难看到 未来的一个希望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设计展 至少还让我看见的是这一点 好 再来就是 第二点就是说 整个的一个展览的设计 我觉得是很人性的 很少有一个展览 尤其像在南港 它还特别有一排这个饮食台 那松山烟场 那个展区 也非常多的 可以休息的这个座位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的展览 是相当相当的 这个人性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 另外这一次展览的 一个很好的地方 再来就是 这一次的展览 让我看到了 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 我刚刚提到 在看世博的时候 其实世博结束的时候 很多人都把那个世博 就开始称说 一个后世博时代的开始 那花博结束的时候 又有人说 后花博时代的一个开始 那其实我在这一次的 设计展里头 我就看到了 尤其整个展览场里头 那种数位的运用 我们在世博的时候 就看到 科技跟数位的运用 其实是在整个世博里头 被看见 我们必须要去正视 科技时代来临了 包括那些3D的使用 包括那些虚拟实境 包括很多很多科技的 一个这种多媒体的 一个运用 那后来在花博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世博的影子 我就知道说 原来世博是影响了花博 那这一次 在整个设计展里头 你又看到了 那些不管是世博 或花博的这些东西 它其实又在这一次 里面被运用 那很显然 它也受到了影响 因此其实我们看见 这些真正这些大展 它其实是会一直影响 一直影响下去的 那所以这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就让我们看到 我刚刚提到 当这些影响 形成的一个趋势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是 一个新的潮流 也就是我们一个 新的目标跟方向 然后再来就是 整个一个概念的呈现 我们看到 不管是整个展场里面 呈现环保的概念 或者科技的概念 或者创意的概念 或者是工艺的概念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 都有一个 有一个隐藏叫做 是在开始鼓吹一种 叫做减法的美学 而不是一种加法的美学 什么叫减法的美学 比如说 有一个那个展览馆 有一个这个 南港的展览馆 它就展出了一个东西 是把那个塑胶品 塑胶品把它回收了以后 再重新 这个把它碾碎 变成原料 然后再用这个原料 再重新重制 这个就叫做减法 以前我们其实常常是 必须要不断的一直添加 一直添加 可是其实慢慢慢慢的 我们都知道 整个世界的一个 这个环保的问题 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大家真的都必须要 正视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 因此减法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提到减法 我就要提到就是 设计那个花博的还生方舟 这一次也在这个设计展里面 用台湾馆的方式 来呈现的这个小制研发 他的这个负责人叫做黄千志 我觉得这位黄千志设计师 非常年轻的这位设计师 他就提到 他说整个 其实我很喜欢他的概念 他有一次提到 就说我们常常都强调 未来的一个设计里面 要走绿能 要走环保 可是很多人的一个环保的概念 常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觉得 你一定要用木头做的东西 它可能才叫做环保 然后你用木头去盖一个房子 那它才叫做自然 可是可能我们在台湾的某个地方 根本不产这种木头 因此这个木头 它可能要从加拿大运进来 那你从加拿大运进来的过程里面 它又制造了很多的 这个运输啊 什么等等啊 砍木头啊 等等这些碳 一点也没有减碳 一点也没有做到环保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环保你是要从自己所能够掌控到的范围的材料 把它极致的运用 就是说假设我们把我们自己在地的所有的这些 这个这个材料 这些功能你把它发挥到极致 然后让它去产生美感 其实它反而是最好的环保概念 它反而是一种最好的一个美学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种减法的美学 事实上是在这一次设计展里头 其实被呃 被呈现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展览 尤其就是我刚提到 在整个全面的一个 我其实在这一次展览的过程里面 就看到因为我当时在媒体工作的时候 也因为艺术大展的一个参与 所以后来我其实就在媒体里面 运作了一些艺术的活动 包括就是艺术的艺文旅游活动 或者是与艺术家对话等等这些活动 所以当时也跟很多很多的 这种年轻的艺术家合作 那当时那样的合作的过程里面 当然一方面是希望把这些艺术 能够带给我们的读者 就是跟我们的读者能够做一些亲近 但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说因为我们的合作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能够透过我们的版面就可以介绍给一些读者 那我这一次在整个展览的过程里面 就看到当时合作的这些艺术家 他们几乎都在这一次展览的展场里面 有作品呈现 那这是我另外的一个收获 就是在看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有一种感动 就是哇原来这些朋友 这些过去的这些人 他们都还在 这些艺术者 他们不管社会对他们的反应是冷还是热 可是他们还是坚守在他们的岗位上 然后还是继续在 这个从事他们最爱的一个工作 那我觉得是我从这一次设计展里头 其实看到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心情 所以我想今天我就简单的 把跟大家做了这个世界设计大展的一个介绍 虽然展览已经结束了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会有一点缺憾 可是也借由这个过程提醒你 下一次如果有一些这种不错的大展 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它可能带给我们的不是只是设计这一部分 千万不要认为反正我们不是设计家 跟我们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 因为它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好谢谢各位听众 很高兴跟你有这样的一个互动 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